继续收看我们的你好2008 在下面这个板块当中呢 我们带大家了解几个体育人物 首先来关注刘翔的最新消息 那自从刘翔6号手术以来啊 他的术后恢复就是抑制大家关心的焦点了 那就在北京之间的今天凌晨 刘翔是来到了医院进行了复查 这里是休斯敦的赫曼纪念医院 是美国运动医学方面最权威的医院之一 五天前刘翔刚从这里完成了根腱手术的治疗 今天他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手术之后的首次复查 医生今天说我的伤口复原得很好 然后就是一条很小的口子 然后主要还是术后的恢复 然后就是要动一动 天天要尽量动一动 然后又要冰敷啊 对然后又要活动 所以说千万不要就是有根腱 有粘连啊他们说 让我自己活动 而且睡觉还要戴这个铁鞋 让我不要拖两个星期之后再拖 因为怕我撞到嘛伤口 其他为什么我对 反正希望这次能够好的快 有一点点吧 他说是正常的 没关系 在出院后的这几天 刘翔已经在教练孙海平的指导下 开始了有针对性的训练 在参考了克兰顿医生的指示之后 刘翔在这些天里每天都进行 两到三次的根腱部位的前拉练习 防止手术后 根腱出现粘连和踝关节出现僵硬 目前除刚动完手术的右脚不能活动之外 刘翔身体状况一切良好 手术后的恢复也是相当迅速 他那个就克兰顿医生来了以后呢 首先看了那个八横 那么那个八横呢长得非常好 大概有多长呢 大概两公分要多 但三公分肯定不到 这么长 而且他这个上方长得非常好 第二个呢 又去帮他拍了一个X光那个片 就把他就是手术前的那个片子 和现在今天拍的那个片子 两个放在一起 那么很清楚 刘翔自己也看到了 原来那个叫很毛创 里面有一类盖花屋啊什么 现在是很光滑很好 从这个两个来看呢 是非常好 这康复计划呢 是从明天就开始 就明天开始过来 每天都过来 进行这个康复训练